倒入茶葉 沖進熱水 琥珀色的茶湯就顯現出來 看起來與一般紅茶不同 但其實這款紅茶 是今年73歲的第一代茶農理江源 民國90年在南投山上發現的 變異茶種 像這種斑葉的變異株 是非常的特別的 那它需要偶爾 它才會大概幾萬分之一的機率 會發生這種變異 鼠王玉喝起來帶有那個蜂蜜蜜香的味道 很潤和 它不會瘦 所以泡茶的話 它茶水很多 仔細一看 這款茶樹的葉片紋路 與一般茶葉不同 李江源說春天是綠色 夏天是紫色 而秋天卻又呈現黃色 每個季節的收成也都不一樣 茶湯味道更是有別 而且與一般南投的紅與紅茶不同 味道清香入口還帶了點蜜香 更可以沖泡高達氣泡 滋味截然不同 公公就是 就是為了這個茶樹這麼認真 對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心裡很感動 茶其實跟土地是非常相近的一件事情 對 那我覺得就是 有埃及這邊土地 我們才有辦法種出這麼好的茶樹 我媳婦她說 爸 這個可以吹廣 我種植不種量 所以我就這個茶葉真的很好喝 在我們瑞潭那邊 可以說賣得嚇嚇叫 李江源從一開始發現幾株茶種 到現在培育成為幾甲地的茶樹 並且以葉片的顏色加上媽媽的名字 取名為紫黃玉 透過兒子與媳婦幫忙行銷宣傳 並且透過展銷會 讓更多北部的民眾認識這獨特的茶種 也讓人品察到這獨特的好風味 歡迎來到南朝泡 九州華山報導 明天安 谢谢大家